咳咳 怎么 进医院开心了 你心疼我了 小雨你醒了 我真不知道你惊怠过敏 喝口水 不想喝 星宇 我知道你不肯原谅我 但我还是想跟你道个歉 是我辜负了你 曾经我跟你说过 若无死别绝不分离 但是韩仁欣她拿我妹妹的命 和你的前途要挟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只能答应她 以前我有个梦 就是跟你拜托到了 但现在梦遂 你再说我要吐了 媳妇 这么快就回了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哎 你说 孩子出生 取什么名比较好 男孩的话 照镜子怎么样 让他以后每天多照着镜子 看看他自个的样子 那个 星宇 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是不错吗 不如你 明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 还陪他演这一出 怎么 进医院开心了 你心疼我了 我只觉得 没这个必要 怎么没有必要啊 就凭他李贤 能跟卡塔集团拿上关系 要想除掉他 就必须要找到实率 所以你就以身犯险 连命都不要了 那是你的问题 保护我是你的职责 但凡我有个三场良感 那都是你赤字 行 我现在就去给你消除隐患 那是你的问题 我 张无敌 你给我回来 天生保护我 最近黑市上人体器官紧巧 你妹妹还算健康 应该能摘下来不少 韩公子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下次我保证玩强 废 沈星旅既然一心为了公司好 那我也该帮忙他 挺好的